換個心情我們要來關心 之前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提案要廢除監察院 另外民進黨也有30名立委 共同要提案廢除 而監察院長陳菊 今天首度發聲表示 他說呢 對於三權分立的理想 他從來沒有改變 那如果要廢除監察院 透過修憲程序 他是完全尊重跟支持的 那你可以發現一個現象 現在國民黨 民進黨跟民眾黨 或許都想要廢除監察院 但是大家想要廢除的方式 就有點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到現在國民黨說 那我們就先廢院不廢權 先把他們凍結之後 再廢除監察院 但是現在民進黨 民進黨這邊他們認為說 他們呼籲韓國瑜要設 要來設一個修憲委員會 但是如果要修憲的話 整個程序很複雜 所以柯文哲又說了 他說修憲的門檻難度太高了 也許我們用漸進式的 不要提名新任的監委 或者是凍結預算 監察院長陳菊出席公開活動 面對廢除監察院討論議題 首度表態 我們對三選順利的理想 從來沒有改變 充滿期待 只要立法院透過修憲的程序 來廢除監察院 我全力支持 尊重 言下之意只要修憲就支持廢除監院 民進黨立委陳廷非領先黨內其他29名自家立委 提出連署廢除考監修憲案 主要是在節奏上面的問題 並沒有說好像在主張上面不一致的問題 黨團總召踩沙車 不止略鷹還要再討論 藍白黨團總召傅坤 請黃國昌也聯手提案廢考監 不過尷尬的是 國民黨中央卻又堅持武權分立 雙方態度大不同 我們是沒有希望有這麼大變動 而且在黨內還在討論的階段 包括在生醫療法以外 人工生殖法 挺醫療挺財政修法 中常會談話 就是媒體廢除監察院議題 不過如果修憲廢除監察院 確實不容易 民眾黨喊話 乾脆從凍結預算開始 其實我們當年那個修憲的門檻太高了 預算給他 不要提名新的委員 或者是預算給他凍結 違反大法官的解釋632條 除非他們是現華為無誤 不尊重憲政程序 監察員一整年歲出就超過十億五千萬元 其中光是人事費就超過七點六億元 朝野就修憲費考監議題持續過招 各有不同看法 華視新聞另外與洪璽委員小組態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能力展開啟小鈴鐺 可不可以 那些是 森轉